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叫21世纪的21堂课 是天下文化在今年8月出版 那我们今天请到 跟我们一起来谈这本书的来宾 是林俊宏先生 林俊宏您好 简老师您好 是 这本书我看完以后 就对这个作者非常的好奇 因为这本书你可以看出来 是一个非常有睿智的一个学者 然后他看事情有非常独到的眼光 我们常讲说一个人看 一个现象的时候 第三只眼睛 他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角度 我知道您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尤其是他出了三本书 您都是您翻译的 您跟这个期间 跟他都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互动 那要不要谈一谈您对于这个人 他的背景的了解 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好 谢谢有这个机会 其实因为翻这三本书 对于一个译者来说 是非常难得 而且非常宝贵的经验 因为我们不是真的那么长 翻到非常非常有趣的书 但这三本书 至少是我跟我的主编 出版社这边 我们在一开始 开始做的时候 就非常有兴趣 感觉说非常 有读到的见解 那这个作者 他其实背景非常非常的复杂 而不同 因为他首先 他是个以色列人 以色列犹太人 他现在任职于 耶路撒冷的 希伯来大学历史系 那我们知道 学历史 他本身就已经会有 很多不同的观点 但他还有很多 其他不同的背景 像一个任教于 以色列的 耶路撒冷 希伯来大学历史系 这么忙的一个人 他每天 还是会去禅修 一两个小时 那每年 他也要去 一两个月的 就是完全关起来 禅修那一种 就完全不跟外界联络 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跟他聊说 你不感觉 这样子很浪费时间吗 以你这样一个 就是可能已经 一秒钟 真的可能是 几十万上下的人 为什么你可以 做这么奢侈的事情 但他那个时候的答案 非常让人警醒 他说对他来讲 这个是一天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年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去禅修 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 他才能真正静下来 去想他自己的事情 他真正从自己 开始往外推 像是在书里面 他也有稍微提到 他一开始 到底为什么开始发现 学术没有办法满足 他对于某些问题的答案的时候 他最后是退到冥想这件事情 有人一听到冥想 就开始感觉 这个人应该是邪教吧 感觉这个人应该是做一些 不切实际的事情 但不是 他所做的冥想 其实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从自身出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观看世界各个议题的时候 他不是像一般人 可能说我们用经济学来谈 或者是说我们从政治来看这件事情 他其实这三本书 有一个还蛮连贯的主题 都是我们都是从自身出发 我们来想想看 人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面对到痛苦 那这个痛苦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未来真的想要这样子吗 其实这样子 大概就已经把这三本书 通通都连在一起了 是 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等到书快读到尾声的时候 就有一个感觉 说你从治理行间中 你可以感觉到这位作者 Hurari 他是一个非常纤细 然后眼光很锐利 然后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解析事情 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感情也是蛮敏感 他的喜怒哀乐 其实在一般作者不容易在自己的这种 讨论知识性的这种 这个文章中表现个人的这种情感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冥想 可以可以看出来 他真的完全是从他自己的感觉中去 去往由内往外推 那您提到说 他的每一分钟都很值钱 是因为他书实在是非常畅销 到现在已经卖了多少本 他的第一本加第二本 已经卖了一千两百万本了 而且第三本到目前为止 成绩也还不差 所以真的是在全球 还蛮多人在谈这本书 或者就是他整个写作的历程都还蛮多人在关注的 好 那我们来谈谈他这21堂课 21堂课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 每一堂都好像很仔细的都把它带到 那我想 但是他其中有一些主题 的确是能够引起很多讨论的 我们第一个先谈一谈 他谈的就是这个 自由主义理想的幻灭 一定要不要谈一谈 因为我们都知道 自由主义最主要最盛行的时候 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之后开始 自由主义强调的就是 我们现在很多民主国家所强调的 自由民主人权市场开放 然后要坚持法治 可是在他这本书里面提到 就是这个世界变迁太快了 不断的在变 这个好像自由主义已经进入幻灭 他举了一个对照组的例子 就是美国兴起的这个 所谓的川普主义 也就是所谓的国主主义 或者是孤立主义 你要不要跟谈一谈他的看法 这个或许我们先谈一个小小的前提 就从哈瑞的第一本书开始 就有一件事情让很多读者都要说 这个简直是摧毁了他们过去 对于世界的了解 中国大陆可能就讲说 这个毁三观那样 对 就他开始谈到说 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合作 很多时候靠的是故事 而故事的一个重点就是 它是虚构 它不是真的 而其中有一个就包括说 你说人是平等的 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很好听的故事 很多人听了这个故事 就可以一起来说 我们一起来为人的平等来努力吧 但是你说人真的平等吗 没有 我硬生生就是长得比我隔壁的丑 我硬生生就比他胖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平等呢 我出生的时候条件就是比他差 所以平等这种事情 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只不过我们大家相信了 所以我们可以合作 而回到我们这里自由主义 当初世界三大主义 其实在对抗就是自由主义 共产主义跟法西斯主义 书里面大家都有提到 而其中自由主义谈的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思考 自由的选择的权利 包含最近的选举 选举这件事情是自由主义衍生出来 大家每个人各有一票 一票一职 依照你的自由意志投票 就是选择的自由 人都是理性的 可以思考都是正确的选择 其实他就说你错了 是是是 因为按照科技的发展到现在 我们会发现 人类有太多地方实在是有问题的 我们从历届的选举看 大概很多听众也会有这种感觉吧 就是我们这样子人正民主 你真的做出一个很理性的选择吗 像里面有用选举来做一个例子 他说如果你相信 选举都是理性的在选 那你可能错的还蛮严重的 我们永远都是用感觉这件事情 为什么到了选战最后这几个月的时候 每个候选人都要把自己最好看 那面端出来 然后不断的会有各式各样的好政策端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希望你在投票的时候 脑中最深的那个印象 就是最近这些好日子 对 那这样子的话 你投票就比较容易投下去 但自由主义这件事情 在最近的科技发展之下 开始慢慢的得到被解构 大家开始发现说 人就是这样子一个不理性的动物 那我们的所谓的选择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外界所塑造的 是被人家掌控了 对 被别人所掌控 而且太容易控制 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真的还要听 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吗 我们里面有一个 我感觉非常非常颠覆 听起来很可怕 对 但是或许还是适合讲 就是我们真的适合 让每个人这样子一票一值的来投吗 对 像面对英国脱欧这种议题 有些人他事后就出来讲说 我发现我当初在投票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得到足够的资讯 让我得以判断这个议题 我应该要投哪一边 那在这种时候 是不是把这些抉择权交给某些少数 但是他们确实拥有完整资讯的人来做决定 会比交给所有人来得好 所以哈瑞在这个地方谈的是 因为科技发展 所以对自由主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他讲的就是科技的颠覆这个理念 他提到了说世界线变化很快 已经进入一个他所谓的双重革命 一个是科技的颠覆 这个颠覆 一个是生态的崩溃 那在这两个主题 大家都可以谈一下 他说造成的结果就是 出来了新的阶级 有一个一大群多数的无用阶级 跟少数的超级人类的精英阶级 那永远是这些长有资讯的人 就像您刚刚讲 他有完整资讯的人 其实在影响 其实他讲到了科技发展 这个演算方式以后 人就变得越来越脆弱 其实他人的所有的反应 或者所有的情感情绪 都可以被这个所谓的科技的 这个颠覆之后 你就被所谓的演算法 就是电脑算出来的 这个电脑从你在你人体内 或人体外装的感测器也好 他用大数据去了解你的行为模式也好 他就开始能够掌握了整个资讯影响到你的一切 你要不要谈谈他所讲的理念 这个或许可以从哈瑞的第二本 就是他开始谈到任何未来这件事情 一直延续到这一本 大家都谈到这些事情 包含我们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相信自己了 我们大概刚才自由主义说 我们要相信每个人个人嘛 但是现在的话 假设我问一个问题是说 你真的健康吗 但这个时候 以前的人可能刚才说 我感觉我现在很好 但你说我感觉这个时候 其实你是诉诸自由主义 就是你相信自己的感觉 但是有些人说 那我去量一下好了 我去量一下我的血压多少 我去量一下我的心跳多少 那用那个数字来判断说 那我健不健康 但这件事情 是不是你已经把你是否健康 这个抉择权交给了机器 今天你要去某个地方的时候 你想说 我感觉从这个地方走比较快 还是我先查一下Google Map 看看Google Map告诉我 怎么走比较快 那如果你相信Google Map 其实你也是把抉择权交给了机器 这个Google Map 这个我一定要提一下 我是绝对是这个证人 Google Map有时候害死你 尤其设计不好的Google Map 我曾经多次被带入 一次最惨的经验 就被带入了一个死项子里面 害我必须倒车 大概有50公尺左右 才能退出那个死项 所以这就提到刚刚讲的 您讲说 其实人会被机器掌握 在某一个程度上 对不对 那他在里面提到说 人就像您讲 是靠直觉作为辨识 那机器它是靠这个 它有它的这个计算方式 计算你的几率 计算你的这个 所有的这一种 生理反应用大数据 来统计出一个模式 它比你还要准 对不对 就您刚刚讲的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会感觉 它比我们还要准 它做的判断比我们还要好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就这么认为了 那未来是不是 我们都不用做选择 这时候就带到刚才您说 工作的这个议题 因为我们以前很多时候 人类不是靠身体能力 就是靠认知能力 在做这些工作 那从18、19世纪那个时候 我们就已经看到 人类的身体能力 当然慢慢的不如机器 就是他们就是可以 搬的比较重什么 那我们当时就说 好嘛 那这些工作就交给机器 既然你比较厉害 那就你去做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 关于认知相关的工作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机器也开始慢慢的取代 这些认知能力 就是我们感觉好 我们感觉这个比较对 这种事情 他们也能够慢慢的取代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确实认为 人类就是靠身体 跟认知能力 来处理这件事的话 我们人类的工作 确实会慢慢被取代 而出现了一群 没有办法再做任何工作的人 无用皆急 他用这个词来形容 未来很多人类 会轮到这个地位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继续 跟我们林兄谈这本书 21世纪的21堂课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书 我们今天跟林俊宏先生 在谈他翻译的这本书 21世纪的21堂课 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 刚谈到了 就是说 其实在工作上将来 在书里面提到说 将来最容易被取代两个行业 最快的 一个就是医生 在医疗保健 机器比你判断还要准 另外一个就是计程车司机 跟这个一般的驾驶 好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把所有资料整理起来 他可以不断更新 他有连接性 是 他就比你判断还要准 所以这两个行业 搞不好是最早遭到 未来被AI取代工作的行业了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年 其实一直不停的有所谓的列表排名 就是告诉你说什么最近最容易 未来十年或未来二十年 最容易被AI取代的职业 或最不容易被AI取代的职业 这些排名 其实某些东西都还蛮吓人的 那有些人就会开始跳出来 就是说 没有没有 我感觉医生一定不会被取代的 因为什么什么 就诸如此类 很担心的一些反驳 但是这个地方或许帮哈瑞讲个话 就是他从第二本到第三本 他其实都一直在强调说 他所讲的是一个可能的未来 以他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 他觉得如果我们不做些什么改变 未来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变化 但是如果我们不想要有这样的改变 那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 可以做一些调整 对 那这个他没有完全提出 很明确的答案 对 他不是很武断的 去告诉你一定会这样 他是告诉你有这个可能性 不过这可能性已经够让你担忧 对 就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而且这个我想我们应该没有办法去逃避 或者是完全不想谈这件事情 确实有很多的工作 未来会被取代 那之后人要做什么 因为他刚刚举的这两个例子 其实是觉得有道理 因为我刚刚讲他里面两个重点 他说你人 你没有办法有这个不断的更新的 瞬间的 他的real time 就是瞬间更新的能力 对 那这种所有资料的累积起来 你想想看 如果所有的电脑都连线起来 他们在一套这个database之下 不断的把各种病例 各种状况都放进去 所以你看医生 单独一个是医生诊断 他的资料库 人脑的资料库 或者他手边的资料库 能有多大呢 是 你在想象一个 他有更新能力 而且连接全世界的 这个医疗资料库的时候 到底谁判断的准 所以你久了以后 人到底会去看机器人医生呢 还是会去看人的医生呢 其实答案非常明显 在哈拉瑞书里面 或许我们把这个例子讲的 稍微清楚一点点是 他里面谈到说 如果今天在世界某个地方 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医学发现 他更改了我们 对这某个病的诊断方式 完全就完全颠覆了过去的做法 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人类的医生 你可能还要等那些期刊 你可能还要等节目 什么东西告诉你说 原来有别的医疗方法 但如果是机器人医生的话 因为他们可连接 可更新 所以他可能在 那个结果一发表的一瞬间 全世界机器人医生 都同时知道这件事情 就算你住得再偏远 你也可以完全得到 这个最新的知识 而让病人得到 最新的治疗方法 相对的像计程车司机 如果我们今天想说 我们要改变全台湾的交通规则 那你要告诉计程车司机 说我们改了交通规则 你一定需要一个宣导期 然后宣导期之后 可能还会有某些跟你抗议 说我不喜欢什么之类 但是如果今天 全部都是AI驾驶的话 你只要一下指令 他可以全部 同时全部改一改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工作确实 在可连接跟可更新 这两点上 机器的反应 机器的作为会比人类更好 但它里面对于自动驾驶 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当你碰到一个车祸状态 前面有 你可能去撞到一个小孩 是 然后你瞬间的直觉反应的时候 你一定会避开它 或者然后撞到旁边 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对不对 撞到了旁边 或者是碰到一只狗 对不对 你直觉反应就是避开狗 结果你会去撞到旁边的 这个其他的无辜者 是 他说如果你交给自动驾驶的时候 他做出来是非常理性的反应 是 他是用这个所谓的一个理性的角度 去看什么样是最少的损害 那可是他就忽略人的自私 是 人是要保命的 还是要牺牲自己的性命的 是 如果你交给电脑的时候 你搞不好可以设定 我要保命成事 那你就把人的这个道德性 就全部排除了 你设定保命成事 就是宁愿撞死这个小孩 我也不要自己死掉 如果你设定的是这种 所谓的道德模式的话 那当然就是 我一定要不要撞到小孩 我不要撞到三个人死 我一个人就牺牲了 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选择 对 读哈拉瑞的书 他有趣的一点就在这个地方 他其实不是像某些书 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 然后告诉你说 我告诉你事情就是怎么样 哈拉瑞的书不是这一种 他是抛出一个议题 然后告诉你说 你认为这个议题是这样 但是 我告诉你 我想的是什么 而且我说服你 你应该要接受我的看法 包含像刚刚讲到这种 人工智慧 自驾车这种事情 他就会以非常不同的观点 告诉你这些事 而且你会感觉很有趣 他说 如果你今天问那些车主说 你感觉道德重不重要 就是我应该要保全 什么社会的大 社会的大爱 就是我们让维持最多数人 安全的话 你感觉这件事好不好 所有车主都说很好 但是等到他们真的要去买车的时候 如果你给他选 就是你要保自己的命 还是要保社会大众的命 大部分人还是会选 那我还是保自己的命好了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人性的问题了 他这里面提到很有趣 就是说其实这个机器演算法 他就讲到未来会取代 人类世界的这个主导权 就是算出来什么事 都可以用这个大数据 然后用这个演算方式 算出来这电脑 那他去了解人类的性格 类型跟情绪的变化 那他产生结果 他举了一个例子很有趣 他所有的 你要卖这个大卖的音乐 太好卖了 你可以挑音乐是说我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可以选一个让我心情几度轻松的 可以从一到十 十度轻松的这个音乐 因为他在了解你的身体了 因为他经过所有的感测器 他知道你的情绪怎么样会比较低 低沉 比较郁闷 怎么样的时候会让你比较兴奋 所以他可以控制到你的这个情绪变化的等级 对不对 所以他说有所谓的音乐简 就是一切可以浓缩在里面 他把每个音乐之间的节拍的时间的长短 或者音符音调的高低 他都可以整理出来人类什么样的音乐的反应 是属于会让你兴奋的 什么会让你比较低沉 所以这个人呢 以后我们大概都不需要什么作曲家了 所以你刚刚讲艺术家很难被取代的时候 我看第一个被取代就是音乐艺术家 周杰伦恐怕就没有办法再混了 对 像这个的话他说我们现在作曲家 你说有天分的某些流行乐手 他知道他自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观众会非常兴奋 但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戴什么智慧手环 或是在Apple Watch上面可以践测你的心跳什么东西 那那些资料到底可以干嘛 他说现在所谓的大数据就是你用了资料 去得到一些你以前不知道的观点 而我们只要随时随地监测你的心跳 你的脉搏这些事情 我们就知道你可以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兴奋 就跟刚才金老师所说的一样 如果我们今天真的都完全得到了你 而且还不是大部分人 是你这个人 你听到什么音乐的时候会感觉很开心 所以他可以个人所谓量身打造 对完全量身打造 也可以造一下这种全球热销的 对 流行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会抢走很多人的工作吧 是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你说你要写 你还写不过他 我忘记他的第一本还是第二本 其实就提过类似的例子 就是有个钢琴作曲家 他很不服气 他想说你这个机器做出来的曲子 怎么可能会比我更好 所以他就有了一个公开的比赛 他说我写的曲子跟机器做的曲子 看哪个人感觉比较像 他们两个都在模仿某个作曲家 他说我们来让现场观众评判 谁最像原来作曲家 结果他输掉了 就是现场观众感觉说 另外那个机器做的比较像 模仿的比较像 所以到底人定胜天这句话 要改成人定不胜机去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来谈这本书 欢迎回到中博电金术 我们今天跟林俊宏先谈 Hurari的这本21堂课 我们没有办法去谈每一堂课 但是我觉得他的有趣点就是 我们刚刚私下来聊天 就是说他每一个都可以带出 很多有趣讨论的话题 我们继续刚才那个讨论 就是说他其实就是 机器一定可以透过电脑 这种演算 他了解人类的生化系统 所以换句话讲说 你就会被他控制了 对不对 可是人家先又讲说 很多刚讲的音乐家 打不过机器 最有名的就Alpha Zero这个例子 就是围棋的世界第一高手 不是人类了 已经就在今年年初 我记得我年初在节目中 曾经谈过 他就是被打败了 西洋企业也好 各种的人类的企 其实他们现在都有这个学习机器 他在不断跟你对仗之中 从失败的经验中 或从各种旗谱 他一下就发展出来 是你人类计算的方式 没有太快 电脑计算的方式 你人类是永远没有办法跟比了 所以大家就担心说 所有的工作都会被取代了 但是马云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video 他说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你看看历史 人类也经过了工业革命 有蒸汽机 有所有的新发明出来 对不对 纺织机器 他又制造很多新的工作 所以你有新的机器发明 一定有新的工作出来 可是这句话 照他的讲法 和Rari有不同的看法 你要不要谈一谈 是是 我们前面有稍微提到了一下 就是人类在工作的时候 靠的不是你的身体的能力 就是你到底可以举多重 跑多快这种东西 就是靠你的认知能力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外界的这一切 但是人类身体能力 早就已经被取代了 而认知能力 现在看起来 机器好像也都比我们厉害 至少在很多地方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未来 以前说身体能力被取代 所以我们转到 认知能力的工作 那现在认知能力工作 被取代之后 我们要转到哪里 但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任何人 可以提出一个 比较合理 而且我们感觉可信 看得见未来的一个说法 就是比较对人类有利 乐观的看法 对对对 看起来就是有一群人 你未来好像做什么 都做不过机器 那这个时候 你失去了经济能力 当然在政治能力上 也就会被取代 对 因为你就变成这一群 无足轻重的 无用阶级 所以他就提到了 当年这个共产主义 能够在马克思的 这个启蒙之下 可以兴旺就是因为 工人具有经济的能力 经济的实力 还可以转成 政治的影响力 对不对 可是一旦你变成 工作被取代以后 你就变成书中所提的一群 而且世界上占大多数的 无用阶级 无足轻重的人 他是用这句话来形容 我看你翻是这个样子 那这些人的前途 尤其是在这个AI跟人 搭配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叫做人马 AI人马 人马就是人搭配机器 因为您刚刚讲的 机器它有这个 所谓的智能 但是它没有意识 这是它的欠缺 所以他在书里面提到 你看那么多电影 说将来机器会统治人类 打败人类 我们人类就变它奴隶 他说这个从Haraway的想法是 这个是编剧家想象太多 因为事实上 它有智能 但是它没有意识 只有人类才有意识 所以永远不可能是 它会有意识来统治人类 但是如果有人类搭配了它 这个好像就很危险了 你要不要谈谈它的讲法 有多少可信心 对 或许我们可以说 像我应该是属于一般大众 我们不是那种在最顶层 掌握了那些演算法的那些人 而我们这种一般大众 在我们现在还拥有经济 跟政治的实力的时候 我们要想象一下 未来我们的生活希望什么样子 然后开始去像那些目前掌握的这些演算法 但是还没有真正掌握着整个世界的人去谈 所以像最近不管在欧洲或是在加拿大 很多地方都开始在谈基本收入这种事情 无条件基本收入 对 就是因为我们开始说 好 就是某些人在未来或许 他真的没有任何的用途的时候 那至少以我们目前的观点 我们还是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生活尊严 这样子下去 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要 就是让每个人都可以无条件的得到一个基本收入 他的基本需求都能够受到满足 其实这就是Hari在书中也提到 他说像这种未来的趋势 就是说因为你当年这个共产主义是说 因为被资产阶级这个剥削 那现在他不是剥削你 是因为你自己这个无足轻重 你连被剥削的那个权力都没有 人家根本不看你了 根本没有人来剥削你了 那你怎么号召群众起来对抗 所以他说未来这种趋势 但是他说搞不好这个马克思的这个解决思想 去去着手 这个比从这个史批博的这种科幻式的想法 要实际的多 也就是您刚刚讲的这种基本需求 基本工资 其实就是回到了一个 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里面的类似的情形来 对对对 我希望听众不会感觉是这很恐怖 对对对 稍微可以提一下 因为他里面举了一个 我感觉还蛮有趣的例子 他是犹太的极端正统派 他们那一群人 他们整天就是在研读经典 聚在一起 那他们不去做什么 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活动 他们就是很开心的读的经典 感觉自己的人生过得很有意义 那有些以色列人就会说 这些人就像寄生虫一样 对 但是这些人 他们确实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产出 但是他们过得非常快乐 那未来如果你今天就不是一个在未来的经济体制里面可以使得上力的人 你会不会想要过这种生活 就是我的一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 而我过得很快乐 就如此而已 对 可这个问题就在于说 会不会有新的这个贫富阶级出现 就是说搞不好 根据这个生物演化学来讲 就是说慢慢就会演化出不同的人种 因为你无用的人种聚在一起以后 你产生的还是演化跟繁殖的还是无用的人种 那你这些长有这些资讯科技 你变成智能较高 健康也比较长寿 因为他所有的这种 把这个资讯的科技颠覆的这个优势都被他掌握了 所以他变成一个特殊的一个物种 在人类里面 人类物种就开始变化 听起来蛮恐怖的 是 然后这个评补价 这个阶级的差距就越来越大 然后这些人都掌握了 以前是掌握这个土地是生产工具 谁掌握土地谁就有钱 将未来是谁掌握了这个数据资料 谁就变成这种所谓的权势阶级 我们休息一下 我来继续讨论这本书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树 我们刚谈到了就是说 搞不好之后有新的人类物种出现 在这一种未来这一种所谓电脑 这个AI 人工智慧的这个环境之下 有些人他就 就能够掌握 古时候是掌握这个土地 就是财富 现在就变成掌握了这个资料数据 他怎么掌握资料数据 就是这些人 你看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周围环境 我看他在里面谈到就是有的 他就提供各种免费方法 然后要你 然后进去 然后把自己的资料提供给他 其实他要的 他给你免费 他要的就是你个人的资料 他把这些各个不同的人 资料通集合起来 他就有一个大数据里面 他就可以去从中间了解你的特性 他掌握了这些资讯 他就掌握了你 你的喜好 对不对 你的各种选择情绪的变化 所以平等 再来讲说 在未来世界里面 好像是不太存在了 因为他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是从第一本 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议题 就是到底我们目前 对于某些理想的追寻 会不会到最后造成人类的不平等 譬如我们一开始的医学 是希望说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 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从胚胎的时候就发现 你这个人基因有点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改一改 让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健康快乐的 这听起来是个非常好的理想 但是如果这个理想再往前跨一步 就变成说如果你今天比较有钱 我可以在一开始佩胎检测的时候 我就要求我的小孩智商要更高 身高要更高 他要更强壮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 只要你家里更有钱 你就可以确保这些小孩生出来之后 确实就是比别人高人一等 我们以前看到很多欧洲王室 他们有血友病什么东西 于是最后他们说什么 王室就是比较高尚 比较高贵 这种神话都被打破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展 未来有钱人 他们的身体就是比你好 这件事情可能成为事实 而他们这样子一代一代的下去之后 他们跟一般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形成作者他的用语是超人类 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平民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跟他们对抗 他们就是比你活得更久 甚至等到 当然这个已经有点猜测了 但是等到你整个人 所有的器官都可以更换 就是你心脏不好 你换一个心脏 你肺脏不好 换一个肺脏的时候 这些人如果他真的能够永生下去 那整个人类的社会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那这个时候你再来谈说 人人平等 这个就变得非常好笑 他书里面还有一节 有一个章节谈到叫恐怖主义 我觉得他观念也是 其实这恐怖主义 在我年轻读书的时候就知道 恐怖主义是因为他们自己势力太弱小 所以他必须用很暴力的手段 去赢得世界的注意 其实这个观念一直都 都是我们很年轻就接触到的 所以你看他会有时候 劫持机场 在所有的新闻媒体之前 他把他杀掉 或者像是ISIS 他把脑袋斩掉 就是他为了就是让你恐怖 不然叫恐怖主义感 所以他这个 Hurari在这个章节里面谈到恐怖主义 就是说一只苍蝇 可以把公牛引进的这个磁器垫 因为英文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公牛进的磁器垫 就是天翻地覆 这个损失 这个不治 你要不要谈谈他这个 一只苍蝇可以把公牛引进磁器垫的 这个看法 他这个地方谈到的是 恐怖主义确实刚才就跟金老师说的一样 恐怖主义他们本身 你看他们实际拥有的军事实力 正是实际差是太小了 他们根本引起不了 什么样了不起的影响 所以他们做的就是吓吓你 这恐怖主义 从头到尾就只是吓吓你而已 可是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对这个吓吓你 这件事情反应这么大 是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过平稳的生活 那这个时候 他说如果我今天是一只苍蝇 我想要摧毁磁器垫 我根本那个杯子 我用尽全力去撞 那个杯子不会动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做的是 我挑一头公牛 然后飞到他耳朵里面 嗡嗡嗡嗡嗡 让那公牛很不爽 然后冲进磁器垫之后 一只苍蝇就可以达到他完全没有办法 过去完全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而他举了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就当他说那些中东的恐怖分子 他们就是那只苍蝇 他们想要摧毁中东地区这家磁器垫的和平 那他们挑的就是美国 推翻现有的体制 一定要制造混乱 所以美国就变那只最大的公牛 全世界最大的公牛 到现在请问那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到底在哪里 没人知道 但是确实中东就已经整个体制遭到摧毁 而看到恐怖分子 那当时的恐怖分子 现在在那边发展的还蓬勃心肠 所以他就是你越是害怕他 你就越让他得逞 HERARI的说法师 其实就拿这个全世界线最大的公牛 就是美国 美国现在在2018年为止 他还同时跟世界上七个国家在打造 从伊拉克利比亚索马利亚 到这个叶门 那你数过他总共七个国家 他为了对抗911那一只苍蝇 911不是在双子星造成了3000人的死亡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所以他的树里面角力 有时候你这些恐怖分子 杀了几十根或几百根 历史上的这种屠杀来比很小 但他引起的蝴蝶效应其实更大的 像美国就很好的例子 美国为了在报复911的恐怖行动 他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都在追杀盖达主义的 盖达组织的成员 我刚才讲七个国家里面 为什么会同时跟他们打仗 都是在追杀盖达组织的成员 这些恐怖分子 他现在光是他的经费 就已经花掉了6800多亿美金了 你可以看 他为了要追杀 你杀了我3000多人 我追到天涯海角 也要把你统统毁灭掉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中了 Horari这句话 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才讲到他大概只讲了 21堂课里面的两三堂课 所以他内容是真的很精彩 可以让你有很多的思考 灵光乍现觉得 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今天这本书的翻译者 林俊鸿先生来 谢谢 谢谢